为了维护蛮鱼的资源永续 农业部颁布蛮苗捕捞鱼期管制规定 订定捕蛮苗的禁仪取为每年的3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 而至3月份起禁止在巨岸三海里内来海域 朝间带及河口水域 以任何方式捕捞蛮苗 而另外依据宜兰县蛮寮设置以及管理办法 为了维护环境清洁及卫生 请蛮苗设置人在雨期结束之后的15天之内 应自行拆除蛮苗清理废弃物 而转为乡长沈青山也特别前往了东港海边 来呼吁补蛮民众遵守相关规定 配合在期限内来移除蛮苗 这次这个维护蛮旗 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2月29号截止 现在3月1号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后面看到所有民众所带的捕蛮苗 现在目前还在这里 在这里要让我们这些乡亲 甚至有些外观市来这里捕蛮的人 你们带的这些蛮苗 管政务现在限定在3月15号之前 就是15天的时间 让我们这些民众把这些蛮苗拿起来 你们可以用的东西拿回来 每年的11月1号起到隔年的2月底 为蛮苗的捕捞旗 宜蘭县海岸沙滩会搭设起外形 如帐篷 让捕蛮民众可以休息 整理渔获并且绽放捕蛮工具的蛮苗 统计约有300座 除了请捕蛮民众应依相关规定 向所在地的公所申请登记之外 在补蛮旗结束之后 也应自行拆除并且清理废弃物 以免影响到环境景观 而仍未拆除者 县府将禁为拆除 并且向设置人来追讨相关费用 3月15号之后 可能就是由管府这边来做通意处理 千万在这里要拜托我们这些鄉亲 大家可以来配合 尽快把海岸线恢复原来风貌 人家并且来时 这个环境还可以比较美丽 县政府也再次呼吁捕蛮民众 请在3月15号之前将蛮苗拆除 带走捕鱼工具及垃圾 以回复海岸的环境清洁 共同保育海洋渔越资源 落实永续发展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